這一集讓我們來說說 2021年屬羊的應成將會怎樣 Let's go 你跟你的同學都是同樣的生肖 還沒有開始講解這一集的生肖之前 要提醒大家要看回我之前做的一個YouTube 那個就是怎樣比較正確的去看我們的生肖 不能只看年而定所有的東西 就好像說你跟你的同學都是同樣的生肖 比方說你們屬雞 但是你們的命都不一樣 為什麼我們出生在同樣的年 但是在不同的月份不同的日子不同的時間 所以你要了解這我們所謂的四柱 就是年代表什麼 月份代表什麼 日子代表什麼 來去更準確的去掌握你接下來的運程會是怎樣 就好像說你得了一個小病 如果你就是吃了普通的藥可以解決那個最好 但是就比方說這樣你只看你的年 年就很籠統的在告訴你 你的應成會是怎樣 如果你要更準確的話 就好像說你中了一個大病 這樣你就要做更仔細的test 然後醫生才可以準確的去掌握你到底生了什麼病 所以我們必須要了解去看回我之前的YouTube 然後去了解什麼才是正確的看生肖的方法 屬羊呢 因為明年是2021年是牛年 牛就是坐胎稅 這樣牛的對面就是羊 就是沖胎稅 為什麼坐胎稅不好 沖胎會不好 坐胎稅是因為 太胎稅是很大 必須要受到尊敬的 但是輪到你坐在它上面 是你對它不敬 所以我們必須要 就是放胎稅和沖胎稅呢 都必須要在立春之前去拜胎稅 廟裡面拜胎稅 然後今年的立春是2月3號21年的凌晨 所以我們把它當著2月3號就是立春 就是這之前你就必須要去廟裡面拜胎稅 求個平安 直到這一年可以好好的度過 我們先來說這個屬羊的祭星 它其實還是有顆祭星的 這個星叫做地結 就是地上來幫你結結的一個貴人星 就是說這個代表著單籤和置業的機會 是由貴人來結結你的問題 所以這顆星是好的 但是呢 因為它是屬羊是沖胎稅 所以它的運氣方面呢 就是反覆無常 所以有一些雄心 這些雄心會使到你亂 基本上如果我們放胎稅和沖胎稅 使到說你很亂 很多事情 然後讓你不能集中 所以我們必須要做的東西就是 放鬆心情 然後多做一點善事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當我們有沖胎稅 當我們有沖胎稅 我們必須記得一個原理 這個原理就是說 所謂的一喜擋三善 意思是說有一個喜 這樣會幫你擋三個善 三個不好的事情 這樣如果你是犯胎稅 或者是沖胎稅 就要的話 我們必須要多沾一些喜氣 怎麼說呢 我們可以盡量去參加人家的婚宴 老人家的聖子年會 然後或者是有人天丁 有孫子抱孫子 然後開了一個party 我們都要去 如果能夠的話 就要可以去參加 我們自己本身也可以慶祝 也可以慶祝自己的生日 然後那些白事或者醫院這些 尽量去少去参与 然后雄心方面 当然我们看到碎破 碎破会影响人际关系 然后新类年可能很容易得罪 钱贵 所以因此而破财 因为今年比较差 所以最好就是稍微忍一忍 然后不要去什么事情看不过眼 就争出头 就是强出头 或者是帮别人强出头 可能就会发生不好的事情 还有一个雄心叫做懒干 就代表着困难重重 一波三折 会遇到一些阻碍 所以必须要耐心的去面对 必须要耐心的面对 还有一个就是大豪 所以大豪它如果出现在 我们的年柱 或者是十柱 也代表着我们要破大产 所以我今年在投资方面 都必须要非常非常的谨慎 那些高回仇 或者有些骗子 很容易骗途的牵套 保持上手 就是引用一些高回仇的东西 你都必须要拒绝 不然我就会破财 顺 顺财 有投资的朋友必须要加盟留审 然后切勿 无乱购入一些 所谓的没有势力的股票 建议你 凡是善事而行 高风险的投资 都必须要避免 这就是 鼠羊的要注意的事情 谢谢大家 我是Beneng风水的Masterly 本身是英国必会回来的工程师 但这十多年来 我却做了另外一件 我个人认为是更有意义的事情 那就是研究风水 怎样用科学和理性的告诉大家 风水并不迷信 所以这十多年来 我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一有机会 我就会到处去演讲 告诉大家 风水其实是科学 而且我出了很多书 风水是什么 风水其实是 祖先研究天文地理 而得到的一个解论 天文是什么 天文是天上的行星 天上的行星 太阳 月亮 是怎么影响我们 它的磁场怎么影响我们 然后 接下来就是地理 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 大自然怎么影响我们 里面包含着 世界最古老的书 疫情的伟大的 智慧 然后再用历史去印证它 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 subscribe我的youtube 我会做更多好的运营 跟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 26号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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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